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4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联县议会在日前的二三读临时会当中表决通过了 删除花联县政府所提送的改善道路品质工程 一共约2亿3700万元的预算 由于这个预算涉及南区居民行的权益 在4号,20名的部落族人 特别来到了花联县议会的大门口抗议 怒喊还我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而南区的议员林玉芬更是痛批 要使多少位的南区相亲 议会才愿意来通过预算 欢迎在五件色类追加减预算 2亿2千多万元遭删除引发议员反弹 人亲乡名则是不满 事好上午在议员乡名代表会主席 以及同路的代理之下 前往县议会诚心表达不满 议员呢,不妨走走我们花旗无限 我们花旗无限 我们走一乡 大多是不農祖族人 都是良善、全脯、美丽的人 希望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来看看 也是有史以来 我们走一乡第一次走200公里的路 来这里来发生我们的路口 在这里呢,恳请所谓的一眼 还有我们的北七的所有的好朋友 你们来看看 美丽的族乡到底今天是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是整个道路 三个台风 嘴巴地震整个都楼铃到这样 常常我们北七有喜时平的族人呢 家人都要到我们那个义里镇 或者是台东这里上班 然后经过我们花旗无限 我们都会很担忧我们的家人 今天会不会回来 是应该要预决不同意的意见 而不是预决同意的意见 为什么是预决同意的意见 然后没有过半数 说我们没有过半数 应该是就针对议员预决的意见 比如说他要删除 那就看有几个议决 几个人复议嘛 复议之后提出举手表决 应该这才是一个议会正式的 一个正常的议会的一个规则跟规范 我们议长竟然给他反过来执行 我觉得这个我真的非常生气 我觉得这严重违反意识规则 而且严重违背了我们人民 对我们议会的一个期待跟期盼 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非常难过 再来我要说的是 南区的议员不是只有我们四位 我们一共有六位 举手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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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你一票啊 我真的非常生气 举手很难吗 差你一票我们就过了 我要在最后再说 我们议会里面32席 主席不应该出来决议啊 他怎么可以逃票 底下31席 16席 同意也过啊 就算违背我们意识规则 就按照你的意识规则来算 我们底下31席 16席议员同意啊 我们也过犯 怎么会没有过犯呢 真的非常生气啊 这玩什么意思规则 玩弄人民的权益 真的非常生气 在这里也要严重的提出呼吁 希望我们的议会 能够给我们一个 人民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 女将头目以及乡亲所发出的怒吼 未来就是主要乡道的地经 0918强症 以及接续五次风灾 花林着急 预理到复林 主要联络到了193县道 花75和花6 最佳捡议算遭到删除 让人受一年多的乡亲 则是表达相当的不满 可以 欢迎党安全回家的路 可以 欢迎党安全回家的路 记得决定 欢迎党安全回家